Hello,大家好, 今天首先跟大家跟进一下奥运裡面的消息, 当然不是奥运裡面的比赛成绩, 我经常都是透过这些体育项目, 来看人的处理方法、风格或者精神状态, 今天我想大家最着眼的地方, 就是另外一个家朗仔,吴家朗,不是张家朗, 张家朗拿到金牌,吴家朗在各种因素之下, 他在羽毛球裡面出局了, 而且是输给排名50多,比他低很多的运动员。 不过必须要看到, 我们应该为吴家朗的风格拍手掌, 他没有将原因归咎于求疑风波, 大家看到他一字打,一字戚着他, 那些汗痴身的。 而且质素怎样又不知道, 心情没有影响是假的, 你看看影响多大, 或者他能不能够介入而已。 到最后他没有归咎于任何人, 包括引起今次的求疑风波, 那位穆sir,他都没有责怪任何人, 然后他讲一句话, 他一定会起身,多谢香港人。 这些看到他自己本身的情商, 即是情绪指商的系数。 这就是一个平时品格的训练。 我们反过来, 因为这件事都有两边, 我们不妨可以看看那位穆sir了, 穆家俊老师。 他都曾经表示过协议, 跟着就说我的语气都是重了一些。 但是大家就会觉得, 其实这个表示协议和道歉是两回事来的, 是你看到诚意有多少的,是吧? 如果你说表示协议, 即是说不好意思了, 如果用英文来讲sorry了, 但是道歉就是apologize了,是吧? 这一件事就是两个不同的层次, 表示你诚意有多少,是吧? 这件事其实一直都在演进着, 但是大家到我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大家看高下纳见了, 一个就是说我都不计较你的什麽, 我不会将那个的成败完全推在别人上面, 首先反求诸己。 这种风格与林郑月娥, 与现在很多港府官员, 已经是完全很截然不同了。 你看看林郑月娥出现了有什麽的错失的时候来讲, 她第一,她死不认错, 什麽都是她很打得, 什麽都是她很厉害, 以至建制对她提出来的意见, 我听一些建制或者港府一些官员讲, 一提到某个问题的时候, 林郑觉得不行的时候, 她是现场告诉你, 现场立刻表态,你这样是不行的。 作为上级,你是不是吸收了别人的意见, 然后你回去思考, 不行的时候,你便告诉别人为什麽不行, 而不是一下子就以一种抗拒那种方法扮认人。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伍家朗不去委过于人, 与林郑月娥那种比较已经是两越回事了。 我不是说什麽都扯到林郑月娥那裡, 而是说这种文化已经是由政治影响到体育。 好了,穆家俊那种表达, 大家其实都在关注着, 即使民建联曾经李慧琴都讲过, 他应该负责或者应该道歉, 但是又好像有些不同,是吧? 因为现在就给人感觉, 我不能够讲个动机, 因为为什麽我不是他, 我不知道他原意是怎麽想, 但是你给外界的感觉就是现在似乎民建联, 又不会是因为这件事, 用民建联的名义来要他道歉, 或者对他有进一步的压力。 反而是反过来,他都是情急而已。 这裡涉及到其他的可能性, 我只能够是从外界的反应, 你说这个是否主流反应呢?我亦都没有办法量化, 我只能够讲是大家所接触的朋友、 民间、市民裡面, 从客观效果来看, 现在似乎那个方向又不是让穆家俊自己来决定, 他可以不道歉的,没有人影响到他, 只不过是公众怎样评论,是这样的。 现在似乎客观效果是有些人说不要让他, 在这个问题上被人攻到埋牆, 然后被迫道歉或者做什麽什麽。 所以,有些事情是要帮他射一下力, 甚至捧着他。 这些反应是怎样呢?我没有办法讲我的观察是准的, 因为怎样呢?没有人在现阶段能够证实, 或者讲出来,除非当事人讲出来, 背后發生了什麽事, 而是从各种观察裡面看到, 以前的一些事态的轨迹, 现在是有出现的。 例如,好像说,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刚好穆家俊自己又有其他文章出现, 文章不是直接讲今次的求疑风波, 讲到很多民族中外那些。 现在建制裡面也有很多人去支持他, 我觉得他们都可以有他们的立场、言论自由, 甚至上他们觉得表示协议已经足够了。 从这些角度, 我都不会一概说他们不对, 他们都可以这样做的, 只不过是说, 大家从过去很多的事例, 其实隐隐出现了另外一种的力量, 就是希望穆家俊不要受到这麽大压力, 到最后被迫去做一些事情, 包括道歉。 为什麽会这样呢? 从中国的斗争哲学的思维, 他们有一点, 这个是否反映在今次的事件裡面呢? 我都说我没有办法去用事例、事实去证明, 只不过是说从那个的原则下来, 大家会看到, 就是有些方面他担心外界, 包括是敌人, 以点来攻面, 就一个事件, 然后攻,攻到塌了, 然后再打击其他方面。 例如说,会不会因为一个求医事件, 会影响民建联的形象, 以致民建联, 他都要面对选举的,是吧? 虽然这个选举已经不再是一个, 大家感觉得到是公平竞争, 泛民事先被人DQ, 或者限制入习已经很清楚了, 你不要说我这个是有法律, 或者有依据, 现在没有人, 或者主流民意, 不会认为你这是一个公平的标准。 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之下, 民建联主要的竞争对手, 都是建制裡面的范围, 但是它毕竟是一枝其次。 如果是因为这样, 而令到它整体形象, 好像被人拙折逼后退来讲, 这个就不是建制裡面的竞争问题了, 而是官方或建制, 跟外来或外部的力量那种较量问题了。 是吧? 所以,一去到这个位, 大家可以看到有些文章的卸力, 将它卸了进去中外矛盾了。是吧? 这段时候, 大家其实我说处理这些问题, 关键就是你的策略, 包括个人的策略、上级的策略, 更高层次的方向指导, 如果有的话。是吧? 所以,我将各种不同的scenario, 即是可能性摆出来, 你们自己去评价了。 第一,如果按过去, 即是一些大家认为有策略性的处理方法, 就可以怎样呢? 徽类斩马迹了。 什麽叫徽类斩马迹? 其实不是真的将它斩, 而是说我让你自己选择, 你可以选择不道歉, 你可以选择道歉, 你可以选择用其他你认为的方法, 不过这个是你自己的决定。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来讲, 就跟最早期那个,跟民建联无关的。 如果你选择道歉的, 其实对民建联是最有利的,是吧? 但是如果你说我要所谓保住你的, 这一个来讲的合观效果呢? 我始终觉得其实对民建联不利的, 但是大家判断不同, 你可以说我挖众水宠, 我只能够讲我真是好言相劝。 因为为什麽呢? 穆家俊教那间学校, 我真的跟早期很有感情, 我跟他那时候, 曾玉成、程介南, 还有一个叫叶祖言, 你们都不记得是什麽人了, 后来那间学校的校长, 加拿大回来, 他回到我当时做事的那间报馆, 他在那裡讲,我是第一个问他问题的, 他那时候都觉得奇怪, 左派不是为听的,怎麽会有一个讨论呢? 这些我跟他的学校, 我现在不讲什麽名, 因为我都不想伤害他那间学校,是吧? 我跟他那一代的老师, 其实很多事情很相似的, 大家都真诚希望中国富强而开明的, 那时候曾玉成是做智取威虎山裡面的邵剑波, 程介南做杨子荣, 那时候,这些又讲得太长远了, 到后来改革开放的时候, 他们转轨转型, 真是以教育为主,政治为父等等, 这些方向我们都很清楚的, 你说当时在那些左派学校裡面去巡迴演讲, 我都不知道去多少, 因为那时候改革开放,是吧? 现在大家看到整个政治气氛是不同了的,是吧? 如果是因为这样, 其实这些来讲也影响了那个左派学校, 或者爱国学校裡面的教学质素, 我就不知怎麽什麽我们这类人, 就是因为你说坐不定也好,怎麽都好, 我们都到处走的, 因为到今时今日我都在採访, 那麽巧真是,不知怎麽什麽这个世界很奇怪, 我刚好碰到一个木老师的学生, 家长,不是学生,是家长, 因为我们有时行街,或者买东西的时候, 或者去一些活动,有些人会主动走过来, 他说他的儿子就是木老师的学生, 我当然不会那麽容易相信, 但是他讲得出学校的环境是怎麽, 学校的历史等等, 我听得出,他假都不假得了, 他最后跟我讲了一句话, 他说,好在我儿子都懂得分, 他跟我讲,老师这件事就不要学了, 他说老师很多东西都好, 他说这件事不要学了,不认错, 然后就说骂人那些都未搞清楚, 他说这件事而已。 所以,这样的情况令人感觉到, 我们经常讲,政治不要介入其他, 不要介入教育,不要介入体育, 官方都是这样讲的,不过原来他们一想到, 一具体操作起来的时候来讲, 他们很不其形地将政治介入了教育 和体育裡面的。是吧? 所以,穆家俊这次, 那个批评其实是从政治角度去批评的, 你穿黑色衣服, 你不想代表这个特区政府, 你就不要比赛了。 这个不是那麽简单一个语气用得重的问题, 而是你反映了你的政治取向, 是会影响体育自己本身的需要, 是吧?什麽装备等等那些东西。 这个很多人讲过,我都不详细讲了, 正因为这样的时候, 带出跟着我们其实透过体育运动, 我们要看到什麽。 刚才我讲五家朗,你看到它的质素, 它不会委过于人。 第二,在今次港队的表现裡面, 我看到一个很特别的, 其实很多人都看到,很多教育界, 你见拿奖牌的两个,到目前为止, 两个奖牌,一金一银, 两个都是文武相传的。 所谓文武相传,你看看何思培, 何思培,你看看他读书也可以的, 考试也能够的, 在美国那边,又是他大学游泳队的队长。 他很多这些,你看看,他不是单单我要运动, 我就放弃学业, 或者我要学习以后要做到出人头地, 我就放弃体育,不是的。 两样东西都可以混合一起,多善發展。 这个在外国,你见很多运动员, 自己本身的身份是大学生, 他就是在学习和体育裡面, 你看看那些七项游泳选手, 美国那些飞游,我都不记得叫什麽名字了。 他们是在这样的环境裡面, 何思培就是这样, 即使你说张家朗,劍棘拿金牌, 他虽然由中四开始是转做全职的运动员, 但是并不是等于他什麽都放弃, 跟着他那个品格教育、情商的训练等等, 不是这样都放弃的。 我请教过一些人, 他说这些是专业运动员的自律性, 黑虎以至目标清不清晰,是不是动摇, 这些是一个人的质素, 还有目标很清晰。 他拿不到奖牌, 或者他的目标要拿奖牌, 但是他们是做了拿不到的打算, 这些你便可以看到他的目标是要拿到奖牌为主, 但是他同时还很平衡, 不是好像现在国内, 我们看现在国内的报道, 是重视两样东西而已, 第一,拿不到金牌先, 铜牌、银牌等等来讲还是其次, 因为计算的排名是计算金牌的, 不是计算你奖牌的总数的,是吧? 跟着第二样东西, 就是看整个比赛裡面, 中国的国际地位是怎样, 有没有人在那裡借机会侮辱中国, 现在的思维,你现在报道, 网上留言,主要是这样的,是吧? 所以,这一样东西其实影响了 运动员的表现, 以至他们有心理压力的,是吧? 好了,我马上举个例子, 我以前都做过体技的, 我又做过娱乐记者,又做过体育记者, 奥运会我又去采访过世界杯, 我不是炫耀什麽, 而是说我在这个采访过程裡面, 我看到有一些事情很人性处理, 是得到好的效果的。 其中有一次, 就是在汉城的亚运会, 最后那一日,中国与南韩一起金牌九十面, 是差一面而已, 谁是亚洲第一了。 那天最后一个比赛是男子的400公尺接力, 当时中国的领队是袁伟文, 国家体委副主任, 大家都说很紧张,袁伟文那天吃完早餐, 大家就说上车了, 袁伟文说上什麽车呢?我不去, 你不去?你去现场读诗最好, 袁伟文说读什麽诗, 我自己继续探查, 你们照正常的比赛就可以了。 结果那些运动员没有了压力, 到了最后,那块金牌就是中国队拿到了。 你看看这些就是运动心理学, 你现在将这些东西完全是一套不同的玩法, 令到运动员一衰了就不知, 好像会株恋不知多少人。 所以,去到这裡的情况, 我就觉得大家真的要将政治与体育分开, 不要将这些东西那麽容易扭起来, 以至以前同样是出现过的, 排球女将功臣朗平, 曾经去过美国教体育、教排球, 带领美国队赢过中国队的, 结果被人骂了。 当时袁伟文都为他开解, 以及为他卸力的, 但是因为中国的政治一定很正确, 所以,你上头有一个这样的政治高于一切, 这样的方向, 于是令到下面的网民, 其实我经常讲,你放鬼, 你懂得放鬼,你不懂得收鬼的。 这个小粉红,现在更加在中外角力之下, 北京更加需要扩大这个狹窄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我真的不反对, 我们都有我们的民族主义的, 在中外的问题上,外国欺负中国, 如果去到一个这样的层次裡面, 我都站在中国这边, 但是我们不想出现的就是狹窄的民族主义, 外国你说它有些不好的,或者它欺负中国的, 然后将外国所有东西都否定。 这一件事对中国有什麽好处呢? 是吧? 好了,所以,今次朗平带回中国队, 女排去打,结果输了给美国, 表现又不是好, 这个又是他的罪呢?不是的。 所以,去到这些时候, 我经常讲,不要太过用政治角度来看, 就是体育。